朋友们好 很高兴就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继续上下学习新的知识 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动画文文框的使用 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课件 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就是动画文文框的使用 显示程序运行状态 从此之后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就可以告别print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如何开始去今天这个课程 今天这个学习目标 就是掌握动画文文框的空间使用 并且学会使用动画文文框 显示程序运行的状态 我们在每一节课的时候 都会介绍一个新的空间 并且是会结合以前学过的空间一块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动画文文框是如何使用的 动画文文框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这个显示大量的文本 同时呢也允许用户输入这个多行文本 它有这个只读的属性 就是说你只能这个看不能修改 这个就是跟第一个对应 就是它用来显示大量的信息的时候 那么也可以是读写编辑属性 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删改查 在这个文文框中都可以做 那么它可以与其他空间一块使用 比如说输入文字之后 提交按钮啊 或者进行其他的一些操作 也可以单独使用 单独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多数都是作为一个显示信息 或者像什么Halfaya之类的 这样的不可修改的这个属性 好我们今天就看一下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怎么使用这个动画文文框 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这个 Anacanda这个安装目录下 进入这个EricFall这个环境 好换下打开之后 我们继续打开最近工程 好来到我们熟悉这个MathPureQTest 然后直接双击打开这个UI文件 打开这个UI文件之后呢 今天呢因为我们要使用这个动画文文框 所以我们要给它腾点地方 那么我们把这个之前 这些Label太战地方了 我们把它删掉 好腾出了一块地方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按钮稍微移一下 这按钮排的不是很整齐 好大概这样吧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这个 拖入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主角 好就是这个text的browser 拖入栏之后呢 我们给它稍微放大一下 因为它要显示的内容相对要多一些 我们给它改大一点 改大一点之后呢 然后我们双击 编辑一下 我们输入一些 让它默认选择的文字 好 最后还是后颜无耻的 使得加了一个小笼糕 嗯好 这样我们就添加完毕了 然后我们回到 erg4这个环境下 对这个界面进行编辑 好 没有错误 编辑成功 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错误的话 要及时 呃 与我们反映 可能大家这个环境安装的稍微有点问题 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界面下 呃 直接双击这个myspyqt test.py 然后直接control 不是control啊 是一个fnf2 或者是直接按f2 好 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这个预行输入的文字呢 就已经显示在这个多航文框中了 那么虽然输入的是汉字 但是这里面也没有bug哈 因为我们啊 pqt也支持这个unicode的编码的 呃 这个界面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类似于这样的 这个help里面 比如说abouteric4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界面 它主要是用来显示文字的 那么这个界面你是不能编辑的 因为 它不可能让你把eric4的这个介绍给删掉了哈 所以这个界面就是止读的属性 那么它这个止读属性 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啊 通话文本框 它这个作用就是显示一些说明性的信息 给用户看 那么你不能改只能看 好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 那么我们这个文本框呢 肯定是可以改的 因为我们有设计它的属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如果我们想往上这个添加文字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我们再回到这个界面下 上一节课呢 我们是 做了一个这个单行文本框 跟这个按钮连动的这么一个程序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哈 那么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请在此输入信息 然后我们点击 输入个呵呵吧 然后打印文本框 这个控制台下面打印出了呵呵 那么我现在想改变一下这个方式 我想按这个打印文本框的时候 它不从控制台输出 它直接输出到这个 多行文本框中 这样可不可以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任务 首先肯定是要修改这个 呃 Button8的这个曹函数 把这句print注释掉 那么有一句我们是要保留的 这个就是这个 从单行文框中获取这个文本的 这句话我们是要保留的 那么我们 先用一个变量 先把这个文本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输入到这个东方文框中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东方文框 好 用self找一下这个东方文框 发现没有 好 这就是IQFall的一个一个小问题 它这个自动补权呢 只是记忆你上次输入的 它不会把你系统中所有的这个变量找出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找这个东方文框的这个 就是我们新墙添加的这个空间 好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在这个 push button8这里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文字 把这个line edit 就是单红文框这个文字 加入到这个东方文框中显示 那么我们怎么添加呢 呃 这个ID比较讨厌的是你点击 输入点之后 它也不会自动给你补权 那么这里边我告诉大家 这个网上添加就是 apand 就像这个 呃 python的那个类似的操作里面 这个 呃 apand一样 就直接添加这个卡 说哦 没有这个child 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会不会把我们输入的内容 敲进去 那么还是默认的请了这三行 然后我在这里输入 哈喽 然后打印文框 哎 我们看一下 这样呢 就成功的把这个 单行文框中输入的内容 添加到了这个动画文框中 那么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处理这个 字幕串的编码 然后下一节课我们会介绍怎么把这个编码错误或者乱码问题搞定 那么这里你输入汉字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bug 哎 这里面没有bug 那么 因为我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 那么这就是piqt替我们做的处理 但是上一节课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输入汉字打印的时候 它是会出现错误的 那么这就是说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跟控制台交互的时候 如果字符串编码没有做更改的话 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而在piqt里边空间之间相互传递这个汉字或者是UTF8编码的文字的话 但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比如我们再测试一下 好来一个中庸混合的 我们看到这个依然是 呃 没有任何错误的显示到了上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那piqt内部已经替我们把这个编码问题搞定了 那么只有我们在与控制台的交互的时候呢 呃 才会出现这个编码或者是这个解码错误的问题 好的 那么 把这个代码再放大给大家看看 呃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掌握了这个怎么向这个东方文部框中 呃添加文字这个方法 那添加文字的一个方法呢 很简单 就是你找到一个呃 字不串的源 这个字不串的源可以来自单行文本框 可以来自你程序的运行中产生的字不串 也可以甚至是你程序的这个呃 运行中的这个bug 或者是这个包作信息 然后向力添加呢 就可以直接呃 用这个 调用这个text的 的这个apind的方法 就是添加这个方法 就添加上去 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以后 不想向控制台打印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拖一个这个东方文本框 然后把这个 我们需要打印的信息 直接添加到这个上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呢 呃 实现了 单行文本框 按钮和动画文本框的这个联动 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动画文本框 它还有 其他的一些呃 属性我们需要介绍 我们现在是向上添加文字 那么如果我们想 获取当中显示的文字该怎么办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回到这个 呃 这样吧 我们再添加一个按钮 改个名字叫获取内容 好 然后我们编辑一下界面 然后看一下这个按钮哈 添加成功了 那么他没有没有给他添加曹汉 所以现在点击他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来处理一下 给他分配一个藏函数 好 刚才添加这个push button line 就是第九个 嗯 clicked 勾选之后 好 重新加载这个函数 呃 很不幸的又加载到文件的末尾了哈 呃 其实这样的话呢 我们运行这个文件也是不碍事的 他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因为这个python他是 他是靠这个缩进来 表示这个 这个方法在这个类里面 但是我们看着很别扭 还是把它加过来 同样呢 我们要首先解决这个 呃 曹汉术的问题 我们要首先去实现它 把这个抛出异常这段给它丢掉 然后呢 呃 还是self 找到这个 动画文猫 然后 他现在会知道这个apand的方法了哈 那么我们这次不是追加 而是去获取它的内容 获取它的内容怎么办呢 使用这个 to plain text的方法 这样我们就获取到它的内容 呃 那么获取到内容 我们先把它打印的控制 来看看 获取的对不对 好 我们在这里输入 打印文猫框 那么他把这个汉字追加到这个上面 我们点一下获取内容 呃 又来了 呃 把这次break掉 好 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呃 他既然不能 显示这个汉字 我们先把它改成英文的 我看一下 这边是允许编辑 还是不允许编辑 啊 这边默认的是read only 那么我们把它这个read only 这个使用勾掉 让它是可读写的 然后我们在这边 重新生成一下这个界面 然后再运行 好 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编辑了 你不是不能显示 不能把汉字打印出来吗 我给你变成英文 好这样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获取内容 好我们看到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东方文文框中这个显示的内容呢 打印了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东方文文框这个显示内容 好我们看一下 给它多来几行 好还是可以一样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获取中方文文框显示文字的方法 就是调用这个东方文文框显示文核 就是调用这个东方文文框显示文字 这个东方文文框显示文字 这个东方文文文字 怎么做 根据上一节课 我们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的内容 把这个单欧梦框的内容清除 我们是怎么做的 然后大家课后 也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显示内容清除 我输了输了 我输错了 我都想把它清空 该怎么做 这个呢 也作为一个小的这个课后练习 留给大家 那么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这个方法呢 跟我们之前实现的这个 单欧梦框的这个清除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可能这个方法会有变化 好 我们继续先下看 这个 今天这个学习目标 差不多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 这个debug的时候 不用printl到控制台 这个已经实现了 我们刚才 或许输入时不必再依赖raw input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 因为我最近尝试了一下 用这个sublime来开发 这个python程序 它这个编辑器呢 非常小巧轻便 而且也很功能也很强大 也很好用 但是唯一比较淡疼的就是 它一旦获取用户输入的时候 用这个raw input获取用户输入的时候呢 就会报错 其实它这个编器本身的问题 它不支持这个带参数的这个python脚本 那么我们这个如果有了goi程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单欧梦框这里获取这个输入的信息 不用这个raw input 刚才就像我们刚才实验的一样 我们按一下打印能把这个信息读出来 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程序中读取这个 我本框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获取用户输入的时候就不必依赖这个raw input的这个函数了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单欧梦获取这个输入 这个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debug是不必print到控制台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实际操作了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就主要介绍到这里 给大家留一个客户练习 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就是想办法清空这个多汉梦框上面显示的内容 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练习就是使用多汉梦框空间和单汉梦框 就之前我们学的按钮和label空间 实验一个个人的英文简历界面 那么这个英文简历界面主要是想大家print到控制台的时候能不发生错误 因为下一节课我们就会介绍怎么把这个错误搞定 那么如果大家是预先输入了进面的话呢 也可以实验中文的 大家可以回去练习一下 熟悉一下这个各个空间的这个联合使用和操作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